前進999 優惠專案 胡老師全新專案陪你前進 長短皆宜 發揮最大效益 無論台積電 鴻海 索羅門 藍天 你們全部見證 超越巔峰的下一檔 請你一定要注意 當別人不知道 這是你的財富機會 加奈填寫表單 或撥打 02 2523 1988 胡老師和你一起 前進999 前觀觀眾朋友大家 歡迎準時收看超越巔峰 其實不要預測立場 真的 不要預測立場 我為什麼每天我都老神在在 我相信各位剛剛一點的節目你也有看 我們就是很認真的去選股票 股市裡面 你只要看到這個 你就放心了 今天又創高對不對 你知道昨天借券又多了8萬多張 我為什麼會老神在在 我坦白跟你講 我就是看到借券賣出就一路創高 那交權指數一路創高 我問各位一下 你這些借券賣出怎麼補啊 現在總共有1353萬張的借券賣出 怎麼補 所以我覺得行情還很大的 這個行情還蠻大的 當然我們股票真的太多都是底部一路跟各位講 下一檔前進999 其實有兩檔 你們好好的把握 我今天我的藍天和正威 基本上又創高了 迅州今天也漲停 瑞宣今天也漲停 昆瑩是之前一月份就講的 那這幾天我在股東前他沒有問我 我說這種股票應該還是會在漲 我都可以拿證據給你們看 真正的超越巔峰才有實力 我們拒絕詐騙 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講 你如果你不放心 你就打這個電話來確認一下 我現在的YT的訂閱人數 已經兩萬三千多人 一直在增加 Light也在增加 你們要就來找我 你不要去找那個不是我的 因為有很多人有FB 說什麼打去 或可以聯絡到 我聯絡不到啦 你們打來公司或者Light來講 我直接跟你視訊 我可以跟你視訊 你知道一個人要成功 要犧牲睡眠的 我給你看一張圖 這股東前腸 你們還沒有 沒時間加入我Light也OK啦 你看幾點幾分的對話 我給你看一下 6點16分今天早上 你們起床沒有 我給你看一下時間 6點16分 我覺得股東前腸 他們都很辛苦 4點多就起床了 在找什麼股票 對你們有幫助的 然後我6點16分看到 我6點40分左右 我就回他們 其實我很早我也起來 因為我正在做資料 你去問問你的分析師 6點16分他們在幹嘛 我不是矯情 我只是跟你講說 有很多會員會問我說 為什麼我找的股票都那麼強 或者你受管電視 因為我 把太多的精神放在全股上面 而且我們是找這種 大循環的股票 好看月K線 所以我還是給你看兩段語音 老師老師 為什麼老師最近在盤中或是盤後的分享 都在關注 各股的股價淨值比 你唷很簡單 現在已經快要再創立實行好了 他有賺錢的公司 居然還低於淨值 各位你覺得合理 你也看到不僅是電子股在漲 也看到很多的資產股在漲 也看到很多銀建股在漲 其實通通有一個現象就是 不希望他的股價是低於淨值 我舉兩檔股票來跟各位講 是有賺錢的喔 比如你看2362的藍天 他本身是AIPC的 他又有龐大的所謂的資產 結果股價淨值比只有0.6而已 你覺得合理嗎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前幾天有跟各位講到的 就是蘋果新發表觸控比的 這個正威 他的股價淨值比0.94也低於1 這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股價淨值比低的股票 大家要好好的把握 謝謝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段喔 我再給你看另外一段喔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藍天第三根漲停 本來不相信的網友 現在都信了 還有類似的股票嗎 還有索羅門又漲停創高 為什麼老師的股票動不動就漲停 到底怎麼找的 其實找這些股票有一種方式 各位一定要記得 我們一定要找底部的股票 好比說索羅門 我們當時找的時候 在3月12號它是41塊錢 找到今天已經漲了200多 藍天我們當時也是找底部的股票 那當時的價位在38塊8到今天58塊 也漲了51%了 他們都有一個現象各位要記得 就是月K線的大股在日線上會出現所有軍線往上 站上所有軍線之上 另外來講的話 日KD會加招往上 週KD會加招往上 月KD會加招往上 這一種股票就叫做循環法則的開始 一定會大檔 有沒有類似這種股票 有 其實我上次就講過了 現在有看到一檔 譬如說就是304期的遜州 基本上就是這一種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謝謝 謝謝 對 謝謝 今天南天又創高 鄭威也創高 遜州監獄長庭 我們就一個個來看 這是在1月份我講的昆穎 那時候才15.55 當然日期比較久 我當日會講就是因為它出現大的底部型態 你們自己看日期 15.55 這是當時的昆穎 我有一段時間沒講 但是我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技術分析怎麼看 這不是大底什麼叫大底 底部件大量的股票 你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當然繼續漲 手上有的就請你續報 這種 你問我說怎麼看 其實有很多都是大底形成的股票 我們看月K線好了 下降壓力心一脫步 你自己看看 你覺得它會很高嗎 會不會 快 對啊 你看這底 今天就是很流行這種晚公底的股票 然後再來看 藍天 也是一個底部的 藍天今天又創高 我們講的時候是38.45 我說量價不會同時到頂 有沒有證據有 這個是在4月24號的時候我們來看一下藍天 再給你看一次 2362的藍天 一樣看月K線 你這樣看 現在看得出是底了吧 今天最高來到67.8塊 你說我的股票 我再給你看一次 當時還沒冒出頭 現在已經在天上去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你們要學會看月K線 月K線 這當時講藍天 你股東錢 我覺得股東錢我真的很用心 我說大W底的股票 低於盡值 又再講一次突破下降壓力 先又再講一次 這是藍天一路走來的 軌跡 然後突然間一直漲停一直漲停 這藍天 到今天 總共漲得76% 還不用說 因為他還沒有到淨值 當時我說淨值只有0.6 你們自己慢慢看上去好不好 選股票就是這樣選的 這就是藍天當時的基本面 有收看股東錢潮也好 有看這個節目的 其實我今天有點累 我早上六點多就對稿子 早上上了盤前的節目 我又上了股市情報局 剛剛一點又解盤 我現在又過來 但是我看到股票創高 我就是很開心 今天正威也創高 5月2號講正威 46塊17 那時候沒有人 你今天看到報紙都在講正威 為什麼 因為正威要投資20億 要打造一個 比回答更快速的 綠能的AI 這個新聞你們自己回去看一下 你看 我什麼時候講的 我都講在前面 那時候也沒有人提正威 還在這個月的 我跟你講 現在應該每個人都有正威 那沒關係 你們講在我後頭 21週時間轉折 頭肩底型 有嗎 我也不知道要講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今天去看報紙 他都告訴你很多答案 我們都領先市場 這正威 你們去看一下今天的報紙 很棒 他又創高 這是他基本面 我之所以會找正威 就是因為他有威喜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正威 這是迅州 迅州是5月13號講的 股價創第二次 黃金交叉網上會是第一檔背禮 對不對 均線糾結嗎 為什麼講迅州 因為康權電訓會長 迅州就一定會長 他握有他一萬九千多張 就是這麼簡單一個想法而已 這5月13號 今天5月28 大概兩個禮拜前 你 你看他長多少 現在全市場 也都在講迅州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你們要我講什麼 這是迅州我當時講的 他有一個加密晶片 加密晶片叫Secubus 有一個防火牆 前進999 9月23號 我真的快要結束了 我講到已經快沒聲音了 昆穎南天 正威迅州瑞宣 下一檔底部股票你要不要 最後的機會 現在有多少人在看 180 慢慢會多 反正 你們一點也有看我鼓動檢查的節目 我說真的 有時候你們說你們不會做 我說真的 我覺得沒有那麼難 尤其是要漲停板 我也沒覺得那麼難 瑞宣 你沒有聽過我講瑞宣 你現在就馬上加一 我說你現在要找到這種可愛機器人 有溫度型的 已經找不到 找不到 第一季就賺了0.77元 我那時候講的時候是5月16號 不到兩個禮拜 那時候低於淨值 你看我找股票就是這樣很認真 幫各位找低於淨值的股票 有賺錢的公司出現底部型態的股票 可愛啊 這兩個字就是love加lopt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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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的機器人 誰說機器人一定要硬邦邦的 打得你死我活的 不到兩個禮拜時間又漲了35.38 對 觀眾朋友們 其實我還有一檔股票 今天你們有收看我1點節目 你也看到他也長聽 我常在講黃仁勳先生講的是 他的意念在哪裡 他今天有講到就是AI影像深層很重要 以後會應用在汽車領域裡面 這家瑞瑄 我今天稍微提一下正文 我覺得正文你們要特別留意 他也是一個圓弧大敵的股票 我都跟你講 你現在如果繼續找這種圓弧大敵的股票 已經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了 越來越越少了 你自己想想看 黃仁勳先生他有講到 為企業提供新型的以太網路 跟傳統的以太網路相比的話 AI通訊網路的效能會大增1.6倍 藉以此滿足深層式AI資料高速傳輸的需求 所以他有一個新的亮點叫 Spectrum S 這有點不好念 Spectrum S 翻成中文就是光譜S 這個英文字本身就叫光譜 或者叫波譜 波長的波 你可以翻成光譜 或者翻成波譜都可以 這是未來一個趨勢的潮流 他講出來的 會大增1.6倍 你那個 你想嗎 你今天 你要有AI那麼的高速的傳輸需求 你網路通訊能不好嗎 所以我必須跟各位報告正文 真的 因為正文也是一檔母以子為貴的公司 索羅門漲了344% 今天正威漲了65% 迅州從16.2% 漲到24.4%漲了50.6% 為什麼他們會漲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因為母以子為貴 索羅門有新門 正威有威喜 迅州有康權電訊 當時的價錢都非常低 那正文沃有政績是6545% 兩萬 你把它記兩萬張就好 他的成本是25.51 我們來看一下6545的政績 我上次有提過政績 6545的政績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識一點一點累積 創造財富創造奇蹟 是打錯了是不是 幫我查一下正 那個政績代號是多少 我好像打錯了 不是6545 6546對 謝謝 厲害喔 老婆我們打錯人都愛給你唸出來 6546正績 你看正績 昨天來到159 其實他這已經又再創一個新高了 你知道嗎 昨天159是歷史新高 你如果說你有一張股票 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看成本多少 25塊 就昨天來到159 你用計算機除一下 是幾倍 你有兩萬張 那 黃仁鑫先生又有提到一個重點 你未來在AI領域裡面來講的話 以太網路要求的速度是要快 所以他倡導的Spec chain S 那我必須跟你講 為什麼我會覺得正文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正文 基本上是全球第一個有出Wi-Fi 7的 Wi-Fi 7的速度 比Wi-Fi 6的傳輸速度 多了將近五倍 所以今年是Wi-Fi 7的元年 所以你也要特別特別特別留意 不要我沒跟你講 你要自己去思考這個邏輯 為什麼投信五月份一直在買正文 你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我的股票我坦白講 一開始講你們也都覺得沒感覺 圓虎大體 圓虎大體沒什麼 一當漲上來的時候 你追都追不到 所以你要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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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 像這種月K線大體圓虎底型的股票 你看他握有他兩萬張 成本 我再給你看一次 成本才多少錢 25塊而已 你們數學會不會按一下 政績昨天最高來到159塊 你有兩萬張成本25塊 你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大家做股票 你慢慢去思考 我為什麼我都可以找到這種股票 我放大一點看 這不是底什麼是底 好好把握 真的有時候 你問我怎麼選股票 我可以跟你講 這種50軸出現黃金交叉的股票 才恐怖 有沒有印象 我們上次講過50軸 黃金交叉是不是紅海 有沒有印象 117塊5嗎 你等著看 你不要說我都沒講 我最近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本身 要怎麼講 你本身是可以match到 黃仁勳先生的想法 本身 如果你又可以摸以紫為貴的 那真的太棒了 我們常常講說 不是我特別會選股票 因為我看到機器人 我就想到機械工敵好可怕 萬一不受控怎麼樣 我才會去選到了遜舟 因為它那Secubus 就是可以防止駭客入侵 然後我一看到機器人 每個人都是機器人概念股 我就想 機器人不要硬邦邦的 我們找個可愛機器人 我才會選到瑞宣 黃仁勳先生他也講 你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你要講求的就是Spectrum S 它是1.6倍的這種 AI的通訊網路效能 要大增1.6倍 你要大增1.6倍 我請問你 Wi-Fi7的時代是不是也要來了 Wi-Fi7是Wi-Fi6的速度 傳輸速度 多了將近5倍左右 特別留意好不好 我能講的我就講 我說實在我也不常識 我覺得 好股票大家分享 你們認同的 你就看嘛 好不好 因為你說今天我手頭門 我有沒有講 有 我鄭偉有沒有講 有 我訓州有沒有講 有 我連短語音我也做了 但是你現在問我說這種 底部型態的股票 很漂亮的 我覺得鄭偉你要好好考慮 好不好 那我們昨天 也有跟各位講這個 你要特別留意這種 底部的股票你要特別留意 我說大家一起來打拚 其實我跟你講 我乾脆公布好了 就它了 今天掌金門 所以我常在講說 你要做短的 你要做長的 你今天你做不好 你是不是要來找我 你們 現在多晚在看 525了 你們盤中剛剛1點有收看我節目的請加1 早上 有收看我盤前解盤的你也加1 今天大盤才漲60點 你看看我有幾檔漲停的股票 我常常要問各位一件事情 你們覺得說漲停板不好找 好 那為什麼林陽會漲停 郡州會漲停 坤銀會漲停 瑞銓會漲停 你自己算看看 今天上市漲停25家 上櫃漲停21家 為什麼我的股票會強到 林陽也漲停 遜州也漲停 坤銀也漲停 瑞銓也漲停 瑞銓也漲停 是不是我比別人多要努力 你們去想這個問題就好 還有這檔股票你要特別留意 我們來打拼這檔 因為我已經公布了 我林陽已經公布了 這個要發動了 這個抵達得好漂亮 你如果找不到底部的股票 或者是你不會做底部的股票 請你掃描 那麼多人在收看我節目 我還是請各位認明一下 前進999 優惠狀態要結束了 該有給你的折扣都有 我找的都是底部的股票 從坤銀、藍天、鄭偉、遜州、瑞瑄 比如說 好啦我今天也沒時間去講鴻海 鴻海其實我也沒賣了 台積電我也不會賣了 但是我還是請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要認明 你今天想做股票的人 你就來找我 真正的超越天峰才有真直立 我們拒絕詐騙 不確定的就請你播這個服務專線來找我 或者是用我們的小老鼠good188這個line來找我 我們我真的 我是很討厭那種詐騙人 我那麼辛苦的 給你們訊息 希望每個人都賺錢 你們用你們自己的戶頭去做股票 因為有些詐騙人會把錢匯進來啊 我幫你代操什麼 我們沒有做那種事情 好不好 我們不做這種事情 我提供你資訊 我也說過了 雖然很辛苦 我每天一點準時都在股動檢查 然後每個禮拜二的盤前 禮拜五的早上 我也會在東升有解盤 我就盡量找一些底部的股票 我相信 你今天收看我節目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我都拿出那麼多證據 又有短語音給你看 又有東升的那個給你看 你們真的 做不好的 或你不會做的 你就前進救救救吧 好不好 我這個案子即將結束了 好不好 即將結束 那我希望各位能夠跟著我一起來打拼 不管要做長的做短的 通通來找我 認明正統的超越巔峰就在這裡 我會跟各位視訊 好不好謝謝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特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理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勾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看